第二,七哥,14日的G20峰会上,拜登总统将与习近平会晤, 习近平将会耍什么花招,哄骗拜登,以换来习共暂时的生存空间。 我觉得习的目标很简单,台湾保护法案是习这次和拜登总统见面所有的核心目标。 为了这个目标,习会做什么呢?大概四件事。 第一个,许诺让美国大量的在中共的资本安全的离开, 在香港的资本安全的离开。 第二个,也会重申保护美国在华和在港的投资企业和资金的安全。 第三个,我觉得会跟美国基本上很明确的告诉他, 在俄罗斯俄乌战争上,我们不只是用核武器, 愿意全面协调谈判和平解决。 第四个,我觉得习这次会在台湾的问题上会和拜登总统, 除了要拜登总统把这个台湾保护法案给拿下来, 我觉得会基本上给拜登总统达成一个私下的协议。 我给你想要的东西,国债我不卖,继续投资你美国国债。 我打台湾,你别第一时间就进来。 基本上这次就会拿台湾讲述,而且被讲述的可能性很大。 我们评论这个 AUDIO,我打台湾讲述。 我打台湾是香港的协讨。 我认为一误下的协讨。 感谢观看